每天12点 小黑都会在健身房拼命登单车 刷牙的时候也只用一小滴 就连吃饭都是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残渣 几天下来 小黑的账户里再次存购了1500万 他二话不说就购买了一张选修门票 这一次他要自己参赛 而他手里也紧紧握着用来报仇的刀片 上台之后 小黑先表演了一段特殊的舞蹈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小黑立马拿出刀片架在脖子上 保安想上来 小黑却以死要挟 他说评委根本不把底层人当人看 那些无脑的观众也全是魔鬼 不顾别人生死只为了自己开心 正当他激情宣扬的时候 评委却笑了 他说这一段表演是迄今为止为精彩的演出 他愿意为小黑专门推出一档节目 只要他能保持出这一次的表演风格就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黑看着观众和评委们也点头答应了 从这之后 用来报仇的刀片成了他表演的工具 为小黑也摆脱彩单车的命运 而是成为了一个表演艺术家 他住的房子也不再是十平米的高科技棺材 而是变成了独栋大别墅 虽然他窗外的不再是广告 而是绿意盎然的景色 但这些景色同样也是假的 也是高科技虚拟出来的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一万五千里城 小黑和女神都不是被观众的鼓动所判断错误 而是他们内心深处都渴望更好的生活 渴望前途和名利双收 如果是你 你会在仇恨和前途面前做何选择呢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